我們今天講的美鳳的事實戰 我們就緊急我們來用那種藥藥 當然到了五月開始 我們就進來比武小鳳來做一個防治 當然比武小鳳他是立志村長的天地 所以我們立志村長大傷力蠻大的 希望今天一個氣體會 能夠一個 希望我們的比武小鳳能夠順利圓滿 也意思我們今天 今年所有的農民 可以大豐收 可以五個豐收 可以大善心 謝謝 立志村一奧 立志村一奧都要放平路小鳳 因為那些都在窗戶 窗戶 那一直到差不多四月十五一奧 我們的火 林檢火 林檢火 林檢火都已經燒 那種大善心 用農藥的防禦 那種放平路小鳳 好過不好 什麼不好 林檢官吏 他另外有一種可可四有 專門炒空的 那種木杏 那種木杏 那種燒農藥 那種木杏 那種木杏 這種四段 那種人檢官吏 都是有了在窗戶 平路小鳳放實在 差不多 立春 後來 台市 春香的密度很多 你就放 台市它放 讓它 春香的密度 不要讓它迅速增加 那後 一直到三 三月四月 都開月 這個 都用平路小鳳 過程在四月外貴 就平路小鳳 四方的時間點就不到了 那我 那個時 那時候 我們那些人檢 他不是要在村香檬 他還在那些 臭糖的可可四有 一點點都要 所以說 現在放的 這個時間點比較 對 最好是 立春二月七十 一後 都第一代 立之村 第一代開始當農的時 平路小鳳 就把他當水 對 所以 讓他的密度 不要讓他增加快 這樣放在後果比較好 管政府 他 釋放平路小鳳 這個時間點 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要在立春 立春 他就開始放 那 一直到 四月 下旬之後 平路小鳳的後果就沒有 不是說 都沒有後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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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